It's going to be only America first America first 下达第一个命令 前辈 前辈 再前辈 国际政经大小事 理财体育和生活 新闻早餐会 您爱哪一位 欢迎大家加入今天的新闻早餐会 民进党权代会落幕 我们要观察权力核心重组的过程 有哪些地方值得关注 那么民进党的派系 到底特色是什么 那现在身兼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 抛出了修宪的构想 喊出了18岁公民权 甚至要废考间 到底是寒爽的吗 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好 今天我们要连线请教 东华大学民族事务与发展学系的 施政峰教授 施老师早安 主持人你好 老师可不可以先跟听众朋友 稍微解释一下 民进党权代会选出了中评委 中常委 到底他们的功能是什么 他们位阶代表的意义 是比较接近权力核心吗 也没错啦 我先这样讲 就是说民进党基本上 有一点是学国民党 金字塔型的 那差不多他是20万的党员嘛 那选出来差不多是 600位的党员代表 那不晓得这两天大概他们的出席率是多少 那选出来要选30个中资委 对 然后30个中资委里面再互选10个中常委 好那我们知道中资委大概就三个月开一次嘛 真的权力核心是每个礼拜三有总主席 现在是总统主持的这样的中常会 所有的重大的那些 我这样重大的议案 那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是执政嘛 所以呢政策应该是总统那边主席那边定夺的 OK 所以现在就是一些游戏规则这个部分 那游戏规则那我们就牵涉到说 比如说接下来的九合一选举啊 甚至接下来的四年后的这个总统候选人这些东西啊 OK 那我刚才讲的就是说 当然那个是游戏规则的部分嘛 包括大家知道 那个去年 去年不是差不多年初的时候 民进党总统出席闹得风风雨雨嘛 对 那那个小英旁旁边的人就在放话嘛 就是说 如果真的就 你知道民调就小英输了嘛 对不对 那他们不排除在这个中常会或中职会 甚至在党员代表大会 甚至就出走嘛 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 他真的可以掌控中常会的时候呢 那就是决定一切的 OK 好所以难怪成为派系之间的战场 我很好奇这个中常委 他的席次也可以用瞧出来的 那他席次多寡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呢 是代表党内说话的分量吗 当然我意思是说 本来过去都是选啦 但是上次因为九合一选举 那小英 你知道小英的个性 比较喜欢按部就班来啦 对 所以他希望大家乖乖的听话 你也知道党员代表大会 他就说 你们去抽烟 呼吸新鲜空气小便吧 OK 所以他同样的 他上次就说 不然我们派系之间 看我们自己的党代表 党代表 然后这些东西 差不多就某个平衡啦 是 那所以 那这一次呢 那这一次 相当程度也有巧啦 不过因为就是说 稍微内部有茶壶的风暴啦 对 所以呢 我看起来好像差不多也跟上次没有差很多啦 但三立的海派那边稍微有减少 那是一个跑到 跑到总统那边嘛 那表示总统本来的一个人跑去哪里啦 你是看出一个有险机吧 那这少了一席 多了一席的就是新潮流啊 但是不要忘了 我们还有这个 县市首长 县市首长 他是当南的总统委 是 然后直辖市的 比如说 我们知道台南跟这个桃源啊 他们又是当南的中堂委 对 好 那还要加上那个 这个三长 三长他们也是 那总统嘛 好 给他加起来这些东西 所以应该 目前看起来实力最大 应该是 还是新潮流 对 听起来就像山头林立一样 好 讲到民进党的派系 大家就开始点名了 新潮流 政国会 殷系 海派 苏系等等 老师这些派系 到底是如何集结起来的 他们福音的是一个 政治理念呢 还是真的是很实际的 利益上面的考量 应该这样说 就是说民进党 算是三股力量结合的啦 是 就是说 比如说最早的那些党外的 好 然后一些社运的 像新潮流那些的 对 就是从省委员的助力 然后另外一支 海外回来的独派啦 好 那如果说最早有的话 应该就是黄信介 他们 好 那就是所谓的美丽岛 嗯 然后来就有这些 呃 新潮流出来 批批康啊 等等这些东西 对 那结果有一些人 就是说 呃 美丽岛不好听嘛 所以就有阿扁的 这个呃 真理念线 是 然后呃 谢长廷的福利国嘛 嗯 好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说 呃 这个 美丽岛 目前为止看出来 就有一些人 像 呃 许绪囊那些人 很多 包括张明文这些都是广义的 这些大哥都是 小英的人了啦 嗯 好 那那这个呃 阿扁因为 呃 他当完总统以后 正义连线等等等 现在呢 变成就是正国会 是 正常国家 好 呃 尤其 尤其坤为主 林娇龙 哈 那接着就福利国 因为谢长廷 他跑去驻治代表了嘛 所以他现在的人 大概一部分在 三立那边 啊 一部分就是在小英那边 那你可以看出来 这些人 相当程度 也就是说 因为民进党 他们呃 在提名的时候 呃 必须要换票嘛 嗯 啊 你如果不 你是郭鸟的时候呢 你大概就是 没有办法 出现啦 所以某种程度 呃 至少 哈 至少就是说呃 如果除排除那个 地理最严谨的新潮流 他可能比如说 你你必须要把 所有的资源 人士拿出来 统筹分配嘛 对 那其他派系 大概就是在 初选啊 等等这些的时候 就有用到 哇 听起来真的好像那种 分猪肉的感觉 可是像蔡总统 他是817万票 高票当选的 他现在兼任党主席 他也必须要跟 派系的势力妥协吗 嗯 你知道这个 其实就是有一点 有一点 尴尬 其实包括马总统 应该有同样的情况 或者是扁啦 也就是说 他认为说呃 我总统 然后你中长委 如果碰到 呃 或者是宋志伟 那你知道不礼貌的 你知道自己大小孩 是 好 那我 反正我是执政党 我是分 分猪肉 是我在分的啊 对不对 警政党是听我的嘛 通常 通常 呃 他会找个代理人去的 是 你知道我们马总统也好 或者是 扁都是一样的 啊包括我们说呃到现在的 到呃你知道选举酒 呃 那个酒肥一到到到最近的为止嘛 对不对 好 OK 大师兄嘛 嗯 好 OK 好 但是在重要关头的时候 他就会想要回去回锅了 是 就是连任的时候了 对 好 OK 好 这个是比较现实的 好 好 那谈完了呢 这个民进党的派系的特色 我们来谈哦 总统呢 他昨天是抛出限改的议题 呃 然后呢 要优先推动18岁公民权 好 这个没有意外 但是他提到要废考间哦 老师 你觉得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烟幕弹 如果真的要废考间的话 不就等于自飞武功吗 我 我会 我会觉得说 18岁大概是真的啦 嗯 好 那因为他是年轻人的票 这个部分嘛 对 好 OK 他必须要跟KP去抢这个部分 嗯 但是但是你回头看他从2012 2016开始到已经也 也当党主席 进行出租扣掉 苏贞昌了两年嘛 对不对 是 所以他很多东西 你要知道说 他其实是 比较没有中心思想的啦 嗯 好 所以呢 很多东西就是 人家帮他写稿 然后念一念等等等 啊 真正要在做的时候 那些东西都是重新开机的啦 嗯 好 然后外面有在骂的时候 他会讲说 啊 我也要做嘛 所以这次他几乎选前 也有稍微应付一下 不像上一次 还会讲什么 两阶段 三阶段等等 这些 对这连提 这次选举提都不提了嘛 是 OK 啊所以这次因为又被骂了 说啊 你为什么忘了啊 我会被初衷嘛 所以他才会再提这个东西啦 但是我要提醒他就是 因为小英他基本上没有 我说 没有中心思想 没有理念的啦 那民进党一些创党精神 是要废除考试院跟检察院的啦 好就要回归行政 行政部门跟回归国会嘛 嗯 但是小英基本上 他不太愿意 人家把他打为台独啦 嗯嗯嗯 好所以他 所以最近就有媒体去问他 我总统府嘛 说啊你 你为什么 如果真的要的话 你要出来带领啦 是 好OK 好那那那 那其他国家本来都是 都是这样子啦 是政党要出来的 但是他又推个说 那是国会立法院的权子 但是因为立法院是 你知道形式上 没有错啦 这修宪委员会是立法院 但是你 总统你如果是 你认识你的政见 你要出来带头 说服老百姓啦 所以我是觉得 应付应付啦 嗯嗯 应付应付啊 好 这个是 施老师的一个解读哦 也就是说 明明你在在野的时候呢 就喊说要废考金 但是现在执政以后 还是提好提满哦 如果真的要谈 宪政改革 老师觉得台湾 适合朝内阁制来推动吗 我我跟你讲好吗 你 我昨天看你的提杠以后 就真的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是不是 嗯 你知道吗 长期我们台派独派 太好了 都认为总统制比较好啦 嗯 那有他的道理啊 比如说因为台湾要独立也好 或者叫民主化也好 嗯 要一个超越族群 超越党派等等 这些人 除了总统是一个可以超越的党派将啦 是 好 OK 包括县市首长也是一样啊 你地方派系也可以超越 对不对 嗯 那我们当时会觉得说内阁制如果像法国第四共和国 威马共和国 对 那或者是我们看到日本 好 人民党解体以后 你看几乎平均每年换一个政府 像走马灯一样 有的换来换去嘛 对不对 然后会交换来交换去嘛 对不对啊 好 OK 我们觉得不好啦 可是现在造就一个超级大总统 对 所以你看回头我就讲嘛 现在变成一个本来阿平的时候超越大 他什么是有志难生啊 所以选民就让他过 但是他现在很多东西他要的都已经要了 他不想要的他都不要了啊 其实现在还蛮可怜的 现在国会蛮可怜的啊 所以在这种样子的话 其实他就是小 你要连提马的制衡都没有嘛 而且你现在我们都认为说 应该总统是一个有一个品德的 然后会有自制的 但是你碰到一个 我刚才讲不好的就是 民选皇帝的时候呢 怎么办呢 我说还是让大家去制衡吧 国会里面啊 那春秋战国好了 你知道我这是对外第一次这样讲 我说我真的回头想 还是就那个字好了啦 所以老师你已经回心转意了是不是 我真的我回头想说 我们本来认为说 因为传统都有圣王嘛 折君嘛对不对 那开明的君主嘛对不对 我不行 但是你如果判到一个很邪恶的 或者是把国家当作家产 在运用的绑装的 那我看还是 那干脆大家 因为你知道国会 至少背后大家都有名义基础的嘛 那大家来分嘛 你看他现在不分区域 也都是他在指定的啊 哪有这样的 你指定一些人来制衡你 那你觉得好像夫妻 一个是国会议员 一个是另外一个是部长一样啊 好但是现在已经登上总统大会 我想可能你在野的时候 非常有理想性啊 但是现在权力的魔戒一戴上手哦 可能很多思考的地方就不太一样了哦 好我们接下来观察的是 昨天一个焦点人物就是陈水扁啊 前总统陈水扁 他现身投票 然后他也呛说那个民进党团啊 百般刁难啊 甚至还说 是不是有人不想看到阿扁哦 那老师觉得蔡总统他真的有诚意要解决这个阿扁特色的问题吗 没有我我想就是说 小英第一个呢 他会看在野党的部分啊 嗯 那你知道到时候又弄成一个红三军的时候怎么办呢 是 那第二个是党内的部分啊 嗯 党内的人都不希望不希望他回来啦 嗯 他们认为说他就是一只大猩猩嘛 你也知道 那种样子啊 回来以后不想会弄成什么样子啊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我必须要讲就是说 其实在选前的时候应该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 就是有一些沟通过啦 是 那就是说选完再处理啦 嗯 如果要的话应该是在下台之前吧 像美国总统都是这样 那种比较不好处理的都是下台之前嘛 反正你也没有任何的估计的时候 嗯 那就是在特色啦 OK 好那就看那个阿扁他会不会继续的出招 好 讲到这个是蔡总统的第二任期哦 老师你观察 因为第二任期你势必要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接班梯队嘛 嗯 接班的问题会浮上台面 那么现在民进党各大山头 有出现那种造劲的迹象吗 然后他们想要冒出头 需不需要获得总统关爱的眼神 呃 他会想要啦 因为你知道 你还 那我们还没印象 那个阿扁阿扁那个下台之前是 谢长廷要选嘛 对 那谢长廷就希望阿扁把那个资源交给他嘛 嗯 那那你知道那两个长扁之争 最后不容啊 嗯 哪有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呃 是很重要 是有这个部分 嗯 但是谁是候选人 不是总统可以清定的啦 坦白这样讲吧 嗯 所以还是他们呃 党内里面会去抢 那目前看起来就是 大概就是呃 新潮流跟郑国会吧 是 好 那那郑国会现在跟小英 小英 因为小英你知道旁边都是瞎将嘛 没什么好的人啊 好 OK 坦白讲啊 好 OK 所以谁鸟他 坦白讲啊 因为他也是外来的嘛 嗯 好 OK 移植进来的一个一个病毒嘛 嗯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看起来就是呃 林娇龙他你看他这次是 他就两两两两席嘛 对 好 新潮流是三席嘛 对不对 当然我们还没有讲 现在是首长这个部分啦 好 OK 但是新潮流因为内部还有要巧啦 嗯 就是郑文燦 那赖神要不要 是 好 OK 那那这个这个东西 什么内部还要在 在合同联合 OK 好 时间还很久 我们就继续来观察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能跟东华大学 民族事务与发展学系的 石正峰教授 聊到这边 非常谢谢老师的分析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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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